第35题,一个质量为5公斤的物体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,施以20牛顿的水平推力持续作用6秒后停止施力,如右图所示,物体在第2秒时的加速度大小为A1,在第4秒时的加速度大小为A2,则A1和A2的大小比为何? 那我们要算加速度的公式是F等于MA,那我们施的力是定力作用,我们在6秒之前都有施力,而且施的是一样大的力,所以2秒跟4秒的施力是一样的,那我们受力的质量也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当然加速度当然就必须是一样的,也就是A1和A2的大小是相同,它比例就是1比1。 第35题问我们说,则A1和A2的大小比为何?我们答案选的是C1比1。